国旗半垂 举国同碑 4月4日 庚子年清明节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深切悼念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劣势和逝世同胞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首都北京参加悼念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 一批医务人员 干部职工 社区工作者因工殉职 许多患者不幸罹难 今天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 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 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的深切哀悼 中南海怀仁堂前 气氛庄严肃穆 门楣上悬挂着黑底白字横幅 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 习近平等 佩戴白花 来到这里 神情凝重 面向国旗 肃立 时时整 防空警报冥想 习近平等 向新冠肺炎疫情 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 默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分钟 三分钟 一百八十秒 埃斯充满心坚 英雄的祖国 英雄的人民 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抗议篇章 三分钟 一百八十秒 警报响彻神舟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 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一刻 湖北 武汉和全国各地 人们尽力垂首 万分悲痛 汽车 火车 箭船 鸣笛声声 久久回荡 英雄 走好 今天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国家以最高的祭奠向英雄哀悼 人民以最深的怀念为英雄送行 事者安息 今天 江水乌业 山川悲鸣 祖国母亲 肝肠寸断 亿万同胞 泪飞如雨 互联网上 朋友圈中 人们自发参与哀悼活动 追思之情绵绵不绝 举国哀悼 是对逝者的尊重与缅怀 也是对生命的关爱与珍视 慎中追远 这庄严肃穆的仪式 寄托着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也昭示着凯然前行的奋发之志 逝者 安息 生者奋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 就近在工作地点参加哀悼活动 全国各地各族干部群众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 以不同形式参加悼念活动 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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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匯